大家好,我是龙简婚伊尼 这段日子由于疫情原因 我失业在家就到处拍视频 在唐人街发现很多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遍布在唐人街 于是我想做一个调查 想看看哪一面旗字在唐人街比较多 这两面旗字都代表着中国人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孙中山先生未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互兴而创立的 历史悠久应该算是老师 因为中国五星红旗的开国者之一毛泽东 自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孙中山的学生 大部分的中国开国领导人都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 都自称自己为孙中山先生的学生 现在的中国也是追随着孙中山先生的理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互兴而努力中 多灾多烂的中国走到今天的这种成绩 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他会怎么看的 想当初他为了中国人免于内战的森林涂炭 持续总统职务 这种胸襟气度又有多少伟人可比 希望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同胞 能够换下各自成见 为中华民族团结互兴 为百姓安定还荣护强 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而不计个人私利权贵 换下胜断 在我们这一代就终结内战的隐化 不管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五星红旗 都代表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执政者对中华民族伟大互兴的崇高精神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守护这个伟大的民族 在美国的华侨平时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互相之间本来无关自己的政治立场 被无意中提起 需要为这些所谓好与不好的意识形态 去伤害血浓与水的同胞兄弟姐妹吗 所以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为中华伟大互兴创造历史 纵然有一些意见不合 也应该坐下来共同商讨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看过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 中国在两百年前一直是世界顶级的强国 只是在近两百年受尽国破家亡的苦难 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点成绩 经过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努力奋斗 民族伟大互兴就要有所成就 两岸三地的人才祭祭 天时地利人和 再次携手共创中国辉煌历史 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